同学们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谈一谈我们第十期讲 这个创新管理的第三个小节 组织的创新 那么我们上一小节 是谈到这个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啊 因为相对来说 它可能更聚焦在我们制造 或者生产一个产品的具体的技术工艺上面 那么这一小节呢 我们谈的更多是针对整个企业 针对整个组织或者整个公司来说 它所推进的创新 那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 或者说怎么样去实施的 那首先呢 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图 叫做这是一个排名 其实呢 在之前讲这个组织变革的时候 我也给大家看过这样一个排名了 这是2012年的时候 有一家公司 它评比出来的 这个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组织 或者说最具创新性的公司 那我们看这是前十名当中 包括大家很熟悉的 苹果呀 谷歌呀 三星 微软 Facebook 然后IBM 索尼 这个亚马逊 现代 以及我们中国的这个海尔 应该说前十名当中 海尔能排到第八 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样一个成绩 作为中国企业的一个代表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说这些企业是最具创新性的 那我们首先看他们所在的行业 你发现很多都处在科技或者是电信行业 比方说我们讲的苹果呀 这后面他所属的行业 这种电信科技本身就很具有创新色彩 创新色彩的行业 对不对 我们知道电信科技 以及这个这个通讯技术 他们的发展 往往决定了这个公司本质上 就是很具有创新性的 对吧 当然呢 我们其实也有一些这个例外 比方说你像海尔 它是处于什么 消费零售行业 那么现在处于汽车行业 不管怎么样 它这背后似乎都有一些技术的色彩在里头 那么 但如果大家看过我们上一讲 第十六讲 讲这个组织变革 第三小节 海尔的变革实力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理解的话 其实我们觉得技术的创新和变革 只是这个企业具有创新性的一个方面 或者说一个侧面 那么在管理学上来看的话 他们本身这个组织这个企业的管理的方式 这个整个组织运作的模式 运作的流程 也是具有创新的色彩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小节要谈的这个组织创新 那么现在很多的企业也提出说 我们要打造或者是建设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组织 这样一个背景 那么企业或者组织为什么要去创新 他们创新的动因是什么 那么首先我想给大家再明确和强调了一个前提 就是什么呢 企业或者是组织 它其实是人的集合体 我们人是要有这种创新的潜力 或者说人有这种创新的基因在当中 作为一个组织 当他一群人集合在一起的时候 他往往也需要不断的用一些新的方式 新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那么按照我的理解 这就是一个什么创新的过程 对不对 那么这里头有好几个很重要的变化 我们讲的二三四啊 都是目前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组织 他不得不去考虑创新这样一个问题 或者说提升自己创新能力的重要的背景 首先呢 这个员工群体的变化 对吧 我们现在员工的主体可能 八零后九零后 大家想一想 八零后现在 1980年出生的人 那么现在他已经什么 已经有三十五三十六岁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员工群体 他们具有不同的 不同年代的员工群体 他们具有不同的特征 不同的价值观 不同的工作偏好 那么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 你面临着一代又一代不同的人进来 如果说我们还用传统的那样一套办法 那可能是行不通的 对吧 我们想一想啊 举个例子 在六七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工厂里头 老一辈的这个员工们 他们非常辛苦 然后非常这个热爱劳动 以厂为家 热爱这个工厂 热爱这个企业 那么有些时候啊 他们比方说某个工作做得很突出 或者说完成了一个重大的技术突破 技术创新 你知道这个厂里的奖励是什么吗 可能就什么 一个脸盆 对吧 上面呃 这个脸盆下面印着这个公司的名称 某某某什么什么厂 对不对 那么这个对当时的那些员工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个激励 很重要的一个荣誉 对吧 但是如果对我们今天的80后90后 员工群体来讲的话 如果你现在在给公司上班 你做出一个重大的贡献 你的领导只给你这样的一个奖励 那我们显然认为这是很不够的 对吧 所以说随着员工群体特征的变化 我们一个企业运作和管理的方式 都需要做一个可能是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么这就需要创新 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进入到所谓知识经济时代 那么知识经济时代的最大特征是什么 你会发现我们的组织成员 或者说企业当中的员工 他不光是通过体力的劳动 来获得回报来参与企业的这种生产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这些员工脑袋里头的知识 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劳力劳动 那么这些人啊 他既是生产者创造者 同时呢也是所有者 什么意思啊 哪天这帮员工不高兴了 他离开单位了 那么他所拥有的知识就跟着他走了 对吧 我们企业从企业从管理者一方来讲 你没法把它留下来 你没法把它的知识留下来 因此呢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去管理人 去领导人 去运作这个企业当中 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环节 不同的流程之间的这个方式 实际上也需要进行创新 这是另外一个动因 那么再一个呢 要应对不确定性 这也是尤其在21世纪啊 在近几年 应该说这一点表现的特别突出 那么以前啊 我们可能我做好一年的计划 对吧 我一年要生产啊 二十万只这个这个钢笔啊 作为一个钢笔厂来讲 那我就按照这个生产计划 逐步的去推进 对吧 二十万只 那每个季度可能生产五万只 对不对 然后每个月呢 可能生产啊 一万七八千只就行了 按照这个计划去做就OK 那么市场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你做完之后 该卖到哪儿 该销到哪儿 该给哪一个供应商 都是比较确定的 但是现在不行了 啊 这个不确定性非常强 什么叫不确定性啊 有可能一个东西 一个产品 突然在这两天借助网络的力量 它就活起来了 然后你瞬间销量俱增 对吧 很多人给你下订单 说我要用这个 我要用这个 等到你呢 把你的生产能力提升上来 你可以一下子供给到这个市场的时候 你又发现 哎 这股热潮又过去了 网络上又兴起了一个新的热潮 你发现这时候你囤积了大量的存货在手上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 这种不确定性 就会给企业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那么如何应对它 可能也就需要我们的组织去进行相应的这个创新 好 那么这里我们讲了创新的四个常见的动因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所谓组织创新到底包含哪些内容 那么我其实把它啊 挑出来四个很重要的模块哈 第一个叫什么制度创新 组织的这个一些的制度 成文的制度不成文的制度都属于制度创新 第二个呢 结构创新 那么这跟组织结构的设计选择和变化啊 是密切相关的 第三个呢 文化的创新 那么我们谈组织文化的时候也设计到了 第四个呢就是管理的创新 这更多讲什么管理方式管理风格 那么这四块啊 其实就构成了我们组织创新 密不可分的四块主要的内容 接下来呢我们将依次来看一看 每一个类型的创新 首先我们看一看 什么叫做制度创新 那么要讲制度创新 其实我们就要首先明白啊 制度它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 表明的到底是什么 那么我用这张图表明的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企业一个组织当中的制度啊 它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啊 约束规定啊 和这个确定两类主要的关系 一类叫做权力关系 一类叫做利益关系 那所谓权力关系呢就是说 谁命令谁 谁指导谁 谁听从谁 对吧 这是一种权力高低差别的关系 那么所谓利益关系 是指说我们企业啊 创造出来或者说通过生产产品提供服务 获得相应的利益回报之后 如何在不同的这个企业主体当中进行分配 那么不同的主体 他们参与这个分配过程的依据和这个原则 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么显然啊 那大家发现啊 这两类关系啊 它不是孤立开来的 对不对 那我们通常想到的一个现象就是 那些拥有更高权力的人 那些当领导的人 似乎呢 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 在分配当中 会更优先的被考虑到 对吧 这就意味着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啊 是绑合在一起的 对吧 但是他们也并不完全一样 那举例子来说 在有些企业当中 如果你是一个很关键的 这个研究人员 工程师 你也可以拿到很好的利益回报 但是你可能你的岗位 你的职位啊 只是比较低级的 或者说基层的职位 你不是当领导的 不是当管理者的 这样呢 就出现了权力和关系 利益 这两类关系的分割 因此呢 他们俩实际上是什么 既相互促进 又呢 有所分离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我们企业制度 解决的就是这二者之间 啊 约束这二者 然后呢 确定每一个它的原则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先来先来看一看 我们常见的四种典型的这个制度模式 那么第一种呢 是最常见的 那么也是工业革命以来 我们在工工厂兴起的这个状态下啊 非常典型的一种制度模式叫做以资本为逻辑基础的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啊 谁出资 谁赚钱 谁投资 谁就有话语权 对吧 在这个早期的时候 我们讲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头 通常会强大一个词是 叫做什么 资本家 对吧 他们叫资方啊 资本家出钱 买了机器 租了厂房 那么 买了原料 进行开工生产 那么员工或者说工人进到这个厂里头去生产 他们实际上在整个分配里头 是出于什么 被动地位的 对吧 资本家要先获得他的回报 然后再支付给你工资 那么整个这套相应的设计的一些制度 比方说劳资关系制度 员工管理制度 都是服务于这个资本逻辑的 对吧 投入资本的资本家 要优先获得利益 那么占据更多的权利 这是我们讲的资本逻辑 那么第二种相对应的叫做什么 劳动逻辑 谁劳动谁获益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有时候 在这个股份有限或者是合伙 有限合伙公司当中 可能会出现的状况 那么大家其实都差不多 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个公司 每个人擅长的领域都不大一样 然后呢 谁付出的劳动多 谁就拥有更多的权利 拥有更多利益 那么大家分别出去去联系客户 去获得订单 甚至是自己去组织人员去生产 那么它是属于一个以劳动为逻辑技术的制度分配关系 第三种呢叫做知识逻辑 知识成为了资本 谁占有了知识 谁就占有了权利和利益 这什么意思啊 如果说你是拥有一个很很核心的技术 对吧 整个公司你跟其他人创业 或者说你加入某个公司 整个公司之所以能生存 能发展下来 是因为你这个独特的技术 因为你独特的专业的知识 那么显然你在 如果你按照这套逻辑 知识的逻辑来设立企业制度的话 那么拥有知识的人会在利益关系和权利关系上 占据优势地位 这是我们讲的知识的逻辑 那么第四个就是综合的逻辑 综合逻辑它 考虑到不同的主体参与到这个企业当中 有不同的成分 那有些人通过出资加入到这个企业 有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 加入这个企业 有些人是通过自己的知识加入这个企业 那么不同的主体 由于他们的投入的要素不大一样 所以他们在这个权利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选择 与分配上也会呈现出相应的差异 那么它就拥有更多的这样一个变化性 应该说前两种逻辑 在我们这个传统的工业企业当中存在的比较广泛 那么后两种知识逻辑和综合逻辑 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 在我们组织制度模式不断创新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那么这两种逻辑正在逐渐的受到我们企业的关注和使用 这也是我们讲的关于制度创新的一些基本内容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第二种叫做结构的创新 那其实这个我之前在讲组织结构设计和这个我们所谓的组织变革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或多或少的给大家传达出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企业或者说我们组织结构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典型的机械式层级结构 那我在很多讲当中都用到过这样一个图 所谓的正三角 高层管理者在上面数量很少 他们发布指令 中层管理者在中间 他们数量不多 同时层上其下 那么最下面是基层的管理者和员工 他们数量最多 他们去具体执行一个企业相应的工作和业务 那么层层传递指令自上而下 这是我们典型的机械式的层级结构 那么后来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 这种有机式的层级结构逐渐开始呈现出来 所谓有机式的层级结构指的就是 把这个陡峭的这个金字塔把它放平 仍然还是存在着高层中层基层的这种区分 但是给中层和基层的管理者更多的授权 更多的自主性 这样就让这个链条变短 让上级到下级和下级往上级的这样一个信息渠道 传递的效率和时间变得更快 更这个所耗的时间更少 这是有机的层级结构 这种变化就让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组织啊从结构上来讲 有要更具一些活力 对吧 诶 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讲的 现在很多企业都在推动的 所谓网络式结构 那么网络式结构它什么意思啊 有一个中心 那么这个中心可能是高层的管理者 或者说高层的管理团队 然后围绕着这个中心啊 分散在四周 有很多不同的这样一个主体 通过网络关系确定起来 那么显然啊 它已经不再是传统的那种上下级 从上到下层层传递的这样一个过程了 那么它更多的是什么 大家之间相互链接 相互互动 不断的进行相互的这样一种联系 这是一个非常自主性非常高 活力非常强的网络化的结构 那我们上一节上一讲 讲到这个海尔的变革案例的时候 最后也谈到 他们正在逐渐的推动这样一个网络化组织结构的创立 那么网络化结构相对于前面两种结构 它具有三个主要的优势 我们来看啊 第一个呢 集权和分权统一 既有集权 中心的这个管理者 他有一定的集权 同时呢 又分散给不同的主体 不同的单元或者叫单位 拥有相应的自主权 这是一个统一 第二个统一是稳定和变化统一 既能够做到相对稳定的这样一个结构 同时呢 一旦出现不确定的状况 或者说出现一些意外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个网络啊 把它进行改变 或者是甚至把它打碎重来 重新组组合起来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再一个一元和多元的统一 这对于我们这个啊 多元化的发展的企业来讲更加重要 对吧 他可以这个网络分成几个部分 某些网络专注于A类业务 某些网络专注于B类业务 这样呢 在适当的时候 他们又能够通过重组啊 变成某一类单元的 我就聚焦在A这个业务上 这是可以实现的 这其实呢 也就给了我们组织结构啊 更多的灵活性 更多的可变化可延展的性质 这是我们讲的网络化组织 那么现在很多这种组织创新 都把这个网络式组织做成一个重要的目标 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好 那接下来呢 文化创新 那么文化创新 其实我在组织文化那一讲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设计到了文化怎么样去变革 怎么样去创新 那这里呢 我想简单的就谈这个四个方面啊 四句话来给大家分享 第一个呢 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的结果 对吧 文化不是说领导今天想起来 我们要建设这样一个文化 然后大家就突然就有了 不是的 它是需要大家今年累月啊 很多人在一起不断的互动 不断的去相互影响 然后呢 逐渐的形成了这样一种组织的文化 所以它是创造的结果 我们要创新文化 同样是要通过这样一个过程 让大家不断的去影响 不断的去互动 才能够产生新的文化 第二个文化呢 要成为一种管理的手段啊 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 我们建个文化 无非就是给别人看看 对不对 给外面人看看我们有文化 那不是重点 我们文化要成为什么 推动你提升管理有效性 推动你实现组织目标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再有一个文化是需要学习和落地的啊 提出文化之后 你需要让组织当中不同的员工 不同的主体了解这个文化 学习这个文化 并且呢 哎把这个文化跟他们日常的工作 日常的这个在组织当中的行为的方式 关联起来落地下去 这是文化的落地 最后一个 一个企业可能有一种主导的文化 但同时呢 即便我们要去创新的时候也要注意到 它是允许有更小的 或者说一些不同的部门啊 不同的主体 存在一些文化上的差异 它一定不是什么死板一块 对吧 好 那么最后我们看一看这个管理创新 那么这是一个讲状啊 叫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这是我们 我们国家有个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审定委员会 他大概每年会评 评一批这个企业啊 这些企业 他们有哪些管理手段啊 管理风格啊 或者说管理的方式啊 非常具有创新性 那么比方说这个奖状上列的啊 是内蒙古蒙牛乳液 他们的一个创新成果 获得了二等奖 那成果名称叫什么呢 乳瓶企业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奶源管理 就是这个牛奶的产地来源的管理 那么显然它如果我们把它放开来讲的话 它整个属于一个企业是吗 供应链管理这个环节 对吧 那么 这是我从这个网站上 他们文件当中随便挑了几个 前五个获得一等奖的项目 我们看啊 第一个比方说这个中广核的 它属于什么 依托核电工程的企业技术能力建设 它属于一个能力建设的范畴 那么再有一个徐州工程机械的 它叫制造企业集团 以内外协同为目标的信息化整体提升 那么谈到了是企业信息化管理这个范畴 如何去实现创新 对吧 再有一个中国工商银行的 大型商业银行基于信息化平台的 外部欺诈风险管控体系建设 那么重点是风险管理的这样一个创新 再一个中国蓝车 以提升整体科技创新能力为目标的三大技术平台建设 那么这个跟前面这个中广核的技术能力建设 应该是比较相像的 那么侧重的是一个企业技术能力 技术平台的发展 好 那么最后一个海尔集团的 他们又获了一个奖 应该最近几年获了好几次这个奖了 叫网络化战略下 安单聚散的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 我们可以看 当然这后面还有其他许多的项目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管理活动的不同的环节 不同的流程 都有可能成为管理创新的对象 我们说针对人力资源管理创新 针对这种技术能力创新 针对信息化管理也可以创新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对象来选择 所以说管理创新 它的这个概念还是比较宽泛的 好那么我再来个例子呢 讲的就是什么 这个用友用友集团 我们知道用友是做ERP软件的啊 用友集团它针对一个现在企业社交模式 所做的一个管理模式创新啊 那么我们知道它其实是做了三个结合 一个结合呢 第一个一个企业本身它就有相应的信息系统 EIP信息化管理对吧 这是一个平台 第二个平台呢 是基于互联网的一些社交平台 我们讲的这个啊 简单的讲腾讯啊 QQ 微信 包括这个 呃 美国的这种Facebook 还有Twitter等等 包括我们的微博 这是一个 大家可能比较私人化的平台 对吧 在这两个平台的基础上 它又着力构建了第三个平台 这个平台呢 它把它叫做商务社区 什么意思啊 这当中可能是关于啊 企业这种运营的业务当中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沟通啊 有一些往来 那么围绕着一个小企业小部门 我可以构建一个小的企业空间 就相当于我们班级形成一个群组 那么现在是什么 一个企业一个部门 它形成一个小的空间 大家在这个平台上 又能够进行不断的交换 不断的碰撞 这样呢就拓展了我们一个员工 或者说企业当中的成员 他所能够拥有啊 和能够利用到的社交的平台 那么我们知道 人与人之间啊 是一个典型的相互捆绑啊 相互互动 密切频繁的进行相互交流和沟通的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这套社交模式啊 也为大家加深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好 那么这也是我们讲的一种可能的管理的创新 那么讲了这四种不同的啊 我们讲的制度的创新 那么啊 这个结构的创新 文化创新 管理的创新 最后呢我想用这样一张图来总结一下啊 我们讲的组织创新 不同的内容我们如何去执行 当我有一个创新的想法啊 我有一个创新的方案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执行 那么这个框架也是在我们管理学 在创新领域 在其他领域都有很好应用价值的一个框架 叫做PDCA框架 那么什么叫PDCA呢 这个框架的起点在于我们首先要有一个目标 对吧 比方说刚才讲的用有的社交化模式 它首先有一个这个创新的目标 有了目标之后 我们来制定相应的计划 收集资料啊 进行分析确认目标啊 按照计划去实施 所以第一步是plan P是另一个计划 第二步呢 有了这个计划我们去执行啊 不断的朝着目标的方向去执行 这个叫do实施 第三个阶段呢 我实施之后我要进行相应的啊 以及在过程当中 都要进行相应的这个check 去检查 看看我实施我努力的 我努力做的这些事情啊 和这个我们所制定的目标之间 是不是在同一条轨道上啊 是不是相符合的 最后一个阶段呢 就是action 如果说符合怎么样 如果说不符合 我们怎么样去总结 怎么样去提升去处理啊 进行相应的行动 包括啊 总结经验修订目标 这样呢这个pdc 这四个啊环节 它就构成了一个什么 循环 对吧 不断的去推动我们企业创新 不断推动我们企业继续向前发展 那么这个工具对于我们的理解组织创新是如何实现的 应该说也是有非常实际的指导意义的 好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这一小节关于组织创新的内容啊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在这十七讲里头 我们首先给大家谈了谈 关于创新和创新管理的基本的知识 然后呢我们依次讲了讲 这个第二小节我们谈了一下 技术创新的相关内容 那么这一小节我们谈了组织创新 以及它下面四种啊 制度创新结构创新文化创新 管理创新 它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三个小节的学习 对于我们组织当中的创新管理啊 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好 谢谢大家